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二月十六日晚 直通春晚时间八的淘汰赛举行 歌手齐琴 胡海璇 赵传担任评委 最终澄清 孙伯伦惨遭淘汰 平安 张赫轩 金池 徐一纳 常石磊 阿普萨萨 穆江子组合成功竞技八强 在当晚的第四轮PK中 一直发挥正常的孙伯伦 意外败给了穆江子组合惨遭淘汰 对此 虽然孙伯伦无缘春晚舞台 但评委其行依旧表示非常欣赏孙伯伦 力邀孙伯伦加入他们的公司成为他的师弟 而对于孙伯伦的淘汰 主持人董青都忍不住语带哽咽 我觉得这个告别来得有点早了 没有 我都想好了我的这个告别词了 真的吗 对 我想了好多 因为 没有 没有 我认为我是很幸运的 因为我可以感谢这个 东方卫视可以让我代表盛东亚洲 来到直冬春晚的舞台 然后也感谢直冬春晚可以让我 这个参加了几次的直播 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棒的一个舞台可以唱歌 好多次 感谢 对 董青姐 感谢所有的评委老师 感谢乐队老师 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其实我每一场我都会 想我如果那场离开的话 我会觉得心里很空 因为有 因为有半年的时间 我基本是在选歌呀 唱歌呀 比赛呀 就近半年的时间 所以也很习惯这样的一个生活 然后我也会担心 如果离开这个舞台 我会心里很空 但是好在我知道 我依然为了我的梦想 为了我 人生的第一张唱片而努力 所以 其实 虽然我不知道这一天 是什么时候到来 但是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 我可以说两句吗 波伦 欢迎你来当我的师弟 好吧 这个 虽然这个舞台不在这里了 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公司 好吧 加油 其实因为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孙伯伦的声音 和他的这种唱歌的方式 特别的认真 特别的真实 而且我原本还想 真的还想和大家分享很多关于孙伯伦的故事 我想在之后的几场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是怎样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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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家里的缘故 他是怎样 辍学去酒吧打工 而后 非常辛苦的工作 和母亲一起生活 又是怎样 因为一次非常非常偶然的机会 因为一个酒吧的歌手生病 他才有了一个顶替别人唱歌的 这样一个机会 从此走上了一条音乐的道路 又是怎样 一直 从 从南方到北方 一个人 漂泊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又是怎样 一个人 在这个舞台上 希望能够有一个突破和转变 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没有来得及和大家分享 不过我想 很多的观众已经记住了你的声音 爱上了你的声音 这是你来到我们的 比赛的一个收获 对于孙伯伦被淘汰这一事实 杨坤也发微博力挺孙伯伦 称该下去的不下去 不该下去的下去了 因此间对评委的选择很是不满 这一结果也引起了孙伯伦和木江子组合粉丝间的骂战 但比赛就是比赛 输和英都是在所难免的 在这里恭喜晋级的八组选手的同时 也要感谢被淘汰的另外两位选手 因为少了谁都不会呈现如此精彩的一场比赛 优酷娱乐播报 整理报道 2012预言没来 但是欢乐来了 想看点欢乐的优酷给你 我是传奇二欢乐计 马上就来了 最会搞笑的优酷牛人也要来了 所以我吴充献也来了 是优酷的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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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优酷的优酷